Hello 今天這個視頻呢是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五月的愛用小物 那今天因為我們樓下是有人在裝修 所以會時不時的有些噪聲會傳進來 那希望大家可以見亮 那我也爭取速戰速決這樣子 那我們首先呢還是從彩妝開始 首先第一樣呢是這個 這個是香提卡的未來肌膚粉底液 我覺得叫它粉底液還不如叫它是一個有色面霜 因為它的遮瑕力真的是很弱 和我的NARS這個有色面霜遮瑕力是差不多 而且妝效也是非常的像的 像我現在自己就是慢慢的脫離的普通粉底液的使用 我一般都會使用有色面霜或這種遮瑕力非常非常弱的粉底液 那我喜歡它的地方呢是在於 它的遮瑕力雖然很弱 但是它可以均勻你的膚色 我自己是一個對遮瑕力來說要求不是那麼高的人 我自己使用的方法是這樣子 它看上去呢是這樣子的 它說是一種折離之底 但我覺得它更像一種奶油之底 我使用的方式是會用這樣一個小勺 輕輕的挖一勺放在手背上 然後再全臉點開 然後就像塗面霜的方式把它塗開 然後它就是會很快的被皮膚吸收 那之後會用一個比較水潤的遮瑕霜來 局部的打亮和稍微遮瑕一下中間那一塊部分 那這樣就是我平時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底妝 像它遮瑕能力很弱 但是它可以均勻你的膚色 還有就是它可以使你的肌膚看上去是比較漂亮 那我今天使用的呢就是這一個 因為我自己是對遮瑕力不是要求那麼高的人 大家如果我不知道鏡頭上有沒有看得出 這兩天我有吃一些辣雞吃啊 然後自己做的一些泡膠縫妝 然後臉上這邊就會有一點小的 就小疹子或者是小顆粒這樣冒出來 但我不會就刻意的去遮它 像我鼻樑上也會有一些深深淺淺的一些雀斑 我也不會刻意的去遮瑕它 因為我自己比較注重的是整體的膚色均勻 和就是看上去膚質比較漂亮的一個妝容 對 然後它整體來說是屬於那種很輕薄 而且香提卡這個牌子 它的護膚品其實做的也不錯 所以它的彩妝也有一點點的這種養肤的功能 但從它這個粉底液來說 它是屬於比較潤的 但有時候你知道我們的粉底液 在我們臉上呈現的那個狀態 有時候是取決於你之前那個打底 如果像是冬天的話 你有可能會用面油啊 或者是用一些比較潤的保濕霜來打底 那那個時候這個粉底液在你臉上呈現的 肯定就是一個比較滋潤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像在夏天的話 你之前用的一些控油防曬霜的話 那肯定是會呈現一個比較清爽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像有些同學皮膚是比較油 夏天的話你還可以加一層這種 像Urban Decay的這種定妝噴霧 就很實妝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夏天必備的一項產品 那因為它噴了以後也會使臉看上去 就是比較有光澤感 膚質比較好看 第二個呢是這個 這個是Dolly Wink的睫毛膏 那這個是我之前是在日本買的 我五月份都在用這個 然後四月底就開始用這個 我還挺喜歡的 雖然它上面寫的是Volume 就是濃密款的睫毛膏 但是它相比歐美款的睫毛膏 還是會清爽很多 它塗上去不是那種很誇張的濃密效果 它的頭呢是這樣子的 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 但是可以挺照顧到美衣跟睫毛 剛打開的時候它是會有一種濕濕的效果 那我自己本人是比較喜歡那種 稍微有一點濕濕效果的睫毛膏 像如果大家用一些歐美睫毛膏 比如說Dio啊 它的頭很大 而且它的睫毛膏是偏乾 因為老外的睫毛膏 有可能是比較長和濃密 它就是很容易會突出那個效果 像我們亞洲人睫毛啊 如果你是不中睫毛 或者是不帶假睫毛的話 自己本身睫毛很多人都是那種 細短型而且又軟 那像這個睫毛刷 它就可以比較好的照顧到美衣跟睫毛 然後呢 就是可以幫你適當的增長 因為它的濃密效果其實也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那個 加長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種日系的睫毛膏 我覺得一定要有耐心 就是一點點的刷 然後可以刷出比較好的效果 還有一點我就覺得它不怎麼溫 就是歐美的睫毛膏它有分防水的啊 然後是不防水的 有些如果是不防水的話 就是比較容易暈 它這個就是上面也沒有說它是不防水的 但是我覺得使用起來就不怎麼暈 對 我覺得夏天用還不錯 又清爽又不暈 再來呢是這個 這個是NARS的一塊定妝粉 其實大家如果看我視頻久的話 看一些妝容視頻 或者我平時和大家推薦的一些愛用小五的視頻的話 其實我是一個幾乎不用粉餅的人 我很早之前有一塊Armani的粉餅 那塊粉餅我用了應該有三四年這樣子 我只有在出門的時候會把它隨身寫在身邊 因為帶散粉真的是不方便 但是我是那種如果有散粉 我肯定是會選擇三粉而不選擇粉餅的人 我覺得我對粉餅有可能是有一個誤區 因為粉餅在我印象中就是會比較厚重的感覺 然後比較霧面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一塊也不算粉餅 它就是那種白白的白白的粉 手指上就是還挺難看到 對中間這個手指 就是白白的一個定妝粉 它沒有任何的一些顏色在裡面 那我之所以會買是因為我的那個散粉 Laura Mercier的散粉用完了 還有就是我一直聽到別人說這塊粉餅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才去買的 最喜歡它的地方就是它讓你的膚質看上去比較漂亮 就是會讓你的妝面看上去比較的清透乾淨 這塊定妝粉還有一個大家討論的地方 就是說它不容易沾取 我自己好像覺得沒有這個顧慮 它 它來的時候會帶有這樣一塊粉 但是我沒有把它拆開 我用的還是Tarte的這個大的刷子 你第一次用的時候 有可能要稍微使勁一下 要因為要破掉它表面的那一層 但是你第二次第三次用的話就沒有關係 我就這樣的刷一下 還是可以很好的佔取這個 然後就是這樣 就隨意的鋪在臉上 在定妝粉你稍微的鋪多一點 你也不會覺得你的臉是乾乾的 這一點我還是挺喜歡的 隨身鞋帶在身邊也很方便 接下來呢說的是那個護膚品 首先呢是這個 這個是赫蓮娜的小綠瓶精華 這個產品我在幾年前用過一瓶很喜歡 那這次回國以後呢 又買了兩瓶回來 我用的這個是應該是超大妝吧 是75毫升一瓶的 已經用完一半了 對 這個精華保濕度一般 滋潤度也一般 但是它重在修復和鎮定效果非常的好 那像我如果秋冬用它的話 我會在之前或者是之後 會上面油或者另外加一個保濕精華 但是像現在初夏的時候 單用它就沒有問題 不會有皮膚乾的那個感覺 那說到這個修復和鎮定效果 我自己比較大的感受就是 一般來講我會在生理期之前 會冒一些生理痘嘛 但是我用這個之後呢 好像就是不怎麼冒生理痘 而且就是 皮膚也沒有之前來的那麼的粗糙 還有一點就是 我有時候皮膚會不穩定的時候 會有那個泛紅 就這邊 會有泛紅的狀態 那我晚上用了這個第二天早上起來 那個泛紅會好很多 我覺得這個在它的修復和鎮定肌肤的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好 除了就是它有一點點香 就是過香 其他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接下來呢是這個 這個是資深糖Future Solution系列的一個 防曬面霜 它裡面是帶SPF50加這樣子 它不單是一個防曬面霜 然後它裡面也含有一些抗老因子和細胞修復因子 所以就是一舉兩得 我喜歡它的原因 還有就是 它擠出來是有一點點那種潤色效果 像我平時出門不化妝的話 我會用這個可以稍稍的修飾一下肌肤 這樣子 可以讓肌肤稍微有一點點那種透亮的感覺 還有它上面有寫 這個是防水40分鐘 就是如果你是下水 比如說你去個沙灘 夏天去個海邊沙灘 或者是去游泳池的話 它這個是有40分鐘的防水能力 對 你下水的話 你那個 防曬霜也不容易被這樣沖走 我覺得夏天還是挺必要的吧 還有就是我 如果在化妝之前用它的話 那個妝效也是比較服貼的 不會和那個 我的底妝起效果 比如說有時候會起屑啊 或者是不服貼啊 都不會 接下來呢我和大家講的是一個洗護產品 是這個 這個 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是叫 Apivita嗎 我不知道 它的牌子是在這一邊 這個是我一個朋友介紹我用的 是一個希臘的洗護品牌 就是護髮的一個品牌 很小眾 但是呢 如果大家有去Amazon看 或者是去一些其他的 它有賣的一些網站看的話 它的review是非常好的 這個牌子 雖然很小眾不是很普遍 我自己用的這一套是 就是比較平常的吧 就是大家都能用的一些 修復啊 然後能讓頭髮看上去比較有光澤感 然後氣味上面是Citrus和Honey 就是有一點柑橘 然後蜜蜂的 蜂蜜 蜂蜜的味道 聞上去 非常的清新好聞 很適合夏天 那 這個是conditioner 這個是shampoo 我自己覺得如果是硬要相比的話 shampoo呢就更加好用一點 因為我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我沒有買那個conditioner 我先買的是這個洗髮水 我搭的是任何一個不同牌子的 護髮素 這個洗髮水給我最大的感覺 就是它用完以後頭髮比較垂 不是那種很蓬感覺 但它的垂哦 不是那種貼頭皮 就比較扁塌那種 它是比較讓你的頭髮比較垂 有垂感這樣子 看上去很健康 所以這個還是我挺喜歡它的一點 我覺得conditioner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試一下 但是也不是一個很必要的 我覺得conditioner沒有特別特別出彩的地方 對 但是它的shampoo我覺得還不錯 它洗完以後 會讓你的頭髮看上去比較健康 比較垂感一點點 那大家如果是去查這個牌子的話 其實很容易發現 這個牌子是一個專業做 頭髮護理的一個品牌 它裡面有很多的系列 然後針對不同頭髮的情況 那我看到有一個比較好玩的 就是我覺得還挺有用的就是 像有些年輕媽媽 生完寶寶以後 不是容易那個 掉頭髮掉的比較厲害 它裡面有一個系列就是 可以阻止掉頭髮 就是預防止掉頭髮 那個好像效果還挺好的 因為我看很多 很多評論裡面有提到說 好像可以幫助頭髮快速生長 然後預防那個掉髮的那個速度 對 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去查一下 最後和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這個是sephora的一個旅行化妝袋 其實牌子無所謂啦 但是我覺得像這種化妝袋 它的功能就很好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微博的話 我上一週 就是五月底的時候 我們這邊是大周末嘛 然後我就去了芝加哥三天 我就把那個護膚品和化妝品 都放在這個包裡面 我覺得很方便 它打開是這個樣子的 它有兩層 這一層 然後是這一層 那我理的時候呢 就是這一層就是我會放那個彩妝品 它這邊有個拉面 然後這個袋子裡面是放彩妝品 然後這邊呢是可以放刷子的 因為這邊有插刷子的那個彈力繩 對 然後這一邊呢我就可以放一些護膚品 比如說小樣中藥 甚至有些比較小的贈品 像眼霜什麼放進去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對 然後把它合起來 合起來以後 它其實是比較有彈力 它那個厚度是比較伸縮的 你東西放的多一點照樣是可以合起來 那最主要有一點 我很喜歡的是這個 它這邊是有個鉤子 那像我們如果出門旅行的時候 有些時候比如說酒店啊 它的洗手間不是很大 或者你覺得說攤著會比較占面積 它就可以勾在那個毛巾架上 或任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掛東西的地方 你就可以勾著 這樣拿起來就比較方便 而且就是你可以減少那個空間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挺有用的 不管你是隨身鞋帶 還是就是脫孕的話 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對 之前旅行就是護膚會一個包 彩妝是一個包 那像這樣的話 就可以護膚品和彩妝品放在一起 而且它裡面是有分門別類 你拿起來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鞋帶也只有這樣一個包 就不會佔很大的空間這樣子 好啦 這個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五月的愛用小屋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呢是周五 祝大家周末愉快囉 下次再見 Bye